中子星的質量上限來你的話是非常大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東西不可能是中子星 它應該就是沒動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就是我們大興黑洞的有力的觀測證據 在講接下來的事情之前 我先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說的光就是電磁鍋 然後電磁鍋它不同的鍋長 就是會有不同的現象發生 然後從波長比較長 頻率比較低的無線電波 然後微波 紅外線等等 一直到能量比較高 頻率比較高的以外線 XRAM 跟γ射線 就是我們說的電子波譜 那我們天文學家常喜歡用各種不同波段的光 去看同一個物體 這樣我們就可以對這個物體有更多的認識 更多的了解 所以我剛剛說的那個可見光波段 那我們發現一顆快速旋繞 看不見的星星的那顆星星呢 如果我們去用X光拍同一個區域的話 就會發現 欸 那個看不見的星星 其實有很強的X光射線發出來 那你就想說奇怪喔 那黑洞會發光嗎 我們不是說黑洞是黑的 然後光都跑不出來嗎 為什麼這個黑洞還會放出X射線呢 當然那個光是哪裡來的 如果不是黑洞會發光的話 是什麼東西在發光呢 答案就在這張圖裡面 所以這張圖就是 對於這個系統的一個假想 基本上呢 右邊的這個圖 右邊的這個星星 就是快速旋繞 看不見的星星的一個星星 然後它已經演化到比較老期了 它已經比較晚期的狀態 所以它已經膨脹成一個巨星 然後它體積很大 然後周圍的氣體就這樣 經過那個黑洞的重力 然後流向這個黑洞 然後因為腳動量不違的一個關係 所以形成一個吸機盤 然後這個吸機盤裡面的物質 就會慢慢流向黑洞的中心 然後在流向黑洞的中心 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密度就會慢慢的升高 然後周圍的物質就會碰撞 然後摩擦升熱 然後這個熱輻射呢 就是這個X射線的來源 OK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X射線 其實不是黑洞本身在發光 而是它周圍的物質在發光 而且 嗯 好 嗯 應該說 如果是 這種質量的黑洞的吸機盤的話 我們計算出來 它放出來的黑紐色的 峰值 是在X1的波段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Dispute 它是有本部的 然後我們待會會看到 另外一種狀況 它放出來的射線 會在核見光跟UE的波段 所以是跟黑洞的質量其實有關係的 好 然後呢 黑洞的吸機盤其實是一種 效率超高的發光工廠 它的發光效率呢 其實是比太陽 核融核所產生的發光效率 還要高十倍以上 所以 黑洞是那個 不明則以一明晶的 你知道嗎 就是它周圍沒有物質 物質的時候 它就是完全黑的 你都看不到它 但是它如果周圍有吸機物質的話 它所放出來的 有本部的效率是超級無敵高的 OK 所以它是宇宙當中 非常 效率非常高的發光工廠 OK 講到現在 你們有沒有覺得 其實好像問題都解決了啊 好 我們管一下 對不對 有一隻的黑洞 然後我們也找到黑洞了 然後它就是大量很新的終點 那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嗎 我們還要研究什麼對不對 但是宇宙是很神奇的 事情一直沒有那麼簡單的 我們常常會有 意想不到的發現 其中一個發現就是這個 這個物體 這個星體 叫做類星體 然後就像它的名字 就是我們用可見光 多短的望遠鏡去看它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像一顆狠心 它就像一顆普通的狠心 但它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其實我們去量測它的距離的話 它是在非常遙遠的地方 所以我們去計算它 真正實際上散發出來的光度 是超級微量的 那這個光度 甚至你如果把中心遮住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類星體 是住在一個星系的核心 然後它的光度 竟然超過它所在的那個星系 所集合起來的光度 所以這個光度 絕對不可能是一顆狠心所產生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類星體 它大概在1950年左右 就已經被發現了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這麼強的光度 這麼強的能量 到底是哪裡來的 然後另外一種星系 也是蠻早就被觀測學家發現的 叫做Slipper Galaxy 就是Slipper Galaxy 然後它跟類星體很類似 只是它沒有那麼亮 只是有一些星系 你會發現它的核心 的亮度非常的亮 然後他們把它分類成Slipper Galaxy 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很特別的星系 如果你用無線電波段去看它的話 你會發現 哇 就是在星系的中央 竟然可以噴出 比大概星系的Slipper 還要大 100倍左右的噴射流 然後都是從星系的中心這樣噴出來的 然後這種噴射流的能量呢 是超易的一大 所以那時候的觀測學家呢 就把這些 關於星系中心 到底為什麼能夠 釋放這麼大的能量 這種東西叫做活躍星系核 Active Collective Nuclead 或是我們常常聽到的HM 那時候就是科學家就想說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能夠產生這麼大的能量呢 我們剛剛說 黑洞 它是宇宙當中最 就是發光效率最高的 發光品之一嘛 所以那時候就有很多 科學家想說 說不定 星系的中心 是有黑洞的存在的 那既然這麼多 別的星系都有黑洞的存在 那是不是我們銀河系 的中心也有一顆黑洞的存在呢 所以這個就是 另外兩位 今年的諾貝爾文獎的得主 他們所做的研究工作 就是去找尋 銀河系中心的黑洞 然後用的方法呢 其實跟剛剛那個 看不見的星星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他們試圖想要去觀測 銀河系中心的狠心的軌跡 然後去推算中心的質量是多少 idea很簡單 但是 你如果實際去做觀測的話 你不知道有多難了 就是 這張就是銀河系 在可見光波段的照片 大家都蠻熟識的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 你要透過這個 照片 然後去觀測 銀河系中心的 恆星的軌跡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看到銀河系的盤邊 基本上是被這個 黑暗的這個 星際塵埃給完全蓋住的 所以基本上你在可見光波段 是不可能看到銀河系中心的恆星的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不同的波段來看 那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要去 紅外線波段來看 因為紅外線波段比較長 比較容易能夠穿越那個星際的塵埃 所以的確你用紅外線波段 然後用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拍出這張照片 但是你看到這張照片 雖然我們的確是看到銀河系中心 附近的恆星的 但是還是很糊啊 對不對 我們沒辦法去量測它的軌跡或什麼的 那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很糊 並不是因為那個 紅外線望遠鏡的解析度夠好 而是因為大氣擾動的關係 就是基本上光線經過大氣 它是在我們的紅外線望遠鏡的路上 它會經過大氣的擾動 那所以怎麼辦呢 那時候大概90年代左右呢 因為全家他們就發 怎麼講 他們就develop了一種 很先進的一種觀測手法 這種就是造科技的技術呢 叫Adaptive Artics 就是自適應光學 左上角這張就是 告訴你們說沒有使用這個Adaptive Artics 跟使用了Adaptive Artics之後的改變 你可以看到原本虎虎的那些星星 全部都變成一個一個點 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這一顆一顆的恆星 在銀河系的轉型 OK 這個就是那個多貝顏 另外兩個博主 他們所做的研究 就是他們真的用紅外線望遠鏡 用這個最先進的這個科技 來拍攝出來 銀河系中心的恆星的照片 然後所以同時就有兩個團隊 他們同時進行一樣的研究 一個就是德國的Ramparts Cancel的團隊 然後他們是用Very Large Telescope 在GD的這個Telescope做了觀測 然後另外一個團隊 是在CLK的MGI Gas 他所領導的團隊 然後他們使用的望遠鏡 是夏威夷的凱克望遠鏡 OK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點競爭的關係 但是他們後來受訪的時候也說 其實這個競爭的關係是幫助他們 能夠很努力的工作 然後在分析數據的時候 特別特別嚴謹很小心 OK 所以這是一個正向的事情 OK 所以我現在要幫你們看的就是 他們觀測了十幾年的數據 所做出來的黑洞 就是銀河系中心的恆星圍星 那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銀河系附近的恆星呢 真的就是圍繞了銀河系中心在旋轉 然後呢 尤其是這個黃色的 橢圓星的這個 這個 這個星星呢 他非常靠近 銀河系的中心 所以 當他經過這個銀河系的中心的時候 他的速度超級五里快的 甚至可以到每秒幾千公里五快 所以你就知道 中心真的有一個很重的東西 在把它往外拋 OK 所以他們就收集了十幾年的數據 然後去推測銀河系中心的質量是多少 然後結果他們算出來的數字是 四百萬倍的太陽質量 這個是 就是 很難很難很難想像的一個數字 OK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就當然就讓他們得到了今年的很特別的獎 然後 這種 這種呢 星系中心的這種 超大的質量黑洞 因為他的質量實在太大 所以我們 特別叫他超大質量黑洞 都有一個超大質量黑洞 而且呢 那個黑洞的質量 是跟星系的質量 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越大的星系 他就有越大的超大質量黑洞 越小的星系 他就有越小的超大質量黑洞 OK 而且這個 成正比的關係呢 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 星系的形成跟演化 跟黑洞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 自從發現了這個 觀測的證據之後呢 就有很多的天文學家 開始在研究黑洞了 因為他們發現說 欸 我如果要去了解 星系的形成跟演化的話 我必須要先了解 他跟黑洞之間的交互作用到的 是怎麼一回事 OK 而且發現了超大質量黑洞之後 我們剛剛說的 那些奇怪的現象 都可以被解釋 就是那些活躍星系合 其實他們就是 正在襲擊的超大質量黑洞 所以這個圖 就是一個活躍星系合的 假象星系圖 基本上跟X光雙星是很類似的 但是這個 超大質量黑洞 就是位於一個星系的重線 然後外面的地方 是星系的盤面 中心有它的星系盤 然後也是讓那個物質 在星系盤裡面旋轉 然後碰撞的時候 就會產生輻射線 那對於超大質量黑洞而言 它所產生的熱物色呢 是在紫外線 或是可金光波段 然後如果是一個 旋轉的黑洞的話 它跟磁場的交互 就略略可能 讓它產生噴射流 那噴射流的話 我們用無限電波段 或是Gamma神線 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不只知道 黑洞實際上真的存在 於美舊當中 而且我們知道黑洞有兩種 一種是恆星質量黑洞 它的質量是太陽的數倍 是一千一百倍左右 然後是大質量恆星的終點 然後因為到處都有 恆星在自己的網 所以這種恆星質量的黑洞 是宇宙當中水柱可見的 然後它如果會雙星系統當中的話 C基盤會幫助X射線 稱為X王上星 然後另外一種配洞 完全跟恆星質量黑洞 不一樣的 它們是超大質量黑洞 然後它的質量是太陽的一百萬倍以上 然後至今 其實我們還是不太清楚 超大質量黑洞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所以這個還是 目前天文學界非常熱門的 研究領域之一 然後這種超大質量黑洞 它是位於星系的中心 然後它在火月的時候 星系排可以放出可見光 噴射油可以放出無線電 稱為博月星集合 然後這種超大質量黑洞 它跟星系的夜化是息息相關的 好 最後我利用五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近幾年來 關於黑洞的重大發現 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重力波 一個就是第一個黑洞模樣 所以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最新的發展 那當然在2016年 我們就是第一次 偵測到中國 那我們一開始有講到 廣陰巷的預測 時空的彎曲 所以左邊那個圖 是代表一個靜止的黑洞 周圍的時空這麼彎曲的 那 同樣的 用廣陰巷的我們也可以 預測說 如果是兩個 互相穴道的黑洞的話 周圍的時空會怎麼變化 那基本上 就像是一顆石頭 丟到水裡一樣 它會產生涟漪 那這個涟漪 時空的涟漪 就是所謂的重力波 然後重力波 它是會把能量帶走的 所以 當 這兩個黑洞旋轉 然後發射重力波之後呢 它的旋轉動能就會減少 然後 它們就會損失能量 然後 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最後就 合而為意了 OK 那我們要怎麼樣看這個重力波呢 基本上 它們 有所利用的方法就是 用兩個很長很長的手背 然後 基本上就是 如果有一個重力波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當重力波時空的那個震盪 經過這個重力波探測器的時候 這個手背又會伸長縮短 伸長縮短這樣子 然後 它們就去量 量測的手背 它的伸長 伸長 伸長 它們的時空的那個伸縮程度 是超級無理小的 所以 事實上 它們的儀器要超級無理靈敏 才有辦法可以量測到那個時空的變化 那是多靈敏呢 它們所要能量測到的伸縮量 是 只有原子核的十分之一 這麼小 這麼小的一個伸縮量 它們才能量測到重力波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是這麼重大的一個發現 然後這個就是LIGO一開始的兩座天文牌 是在美國的 華盛頓州跟西安娜州 然後現在呢 它們也加進了 就是 義大利的 這個Virgo 這個重力波天文牌 然後 今年呢 這個Carga在日本 然後台灣也有加入團隊的 這個Carga目前 也已經在運作 然後未來呢 還會加入 印度的LIGO India 還有 德國的這個GNEO 600 所以未來呢 會形成一個 重力波天文牌的網路 來 偵測 重力波的世界 所以這個就是 人類史上 首次偵測到的中力波 然後這邊 可以看到的就是那個 兩個 美國的 中力波天文牌 所偵測到的波形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兩個 重力臺 基本上看到的東西 是一致的 然後 他們從這個波形 就可以去算出說 這個是兩個 黑洞合併的事件 然後一個是 36太陽之量 另一個是 29太陽之量 最後合成了 62太陽之量的 黑洞 那36加29 你們會發現 欸不是62 那個 差別 幾量的差別 其實就是中力波帶走了 然後這個事件是發生於 就是位於 距離地球是 10億光年的距離 然後 訊號期續0.2秒 頻率從35赫子增加到250赫子 然後 這個頻率範圍其實是 人耳 可以聽的道德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不只是 可以用眼睛來看電子波 可以看這個宇宙 而且我們現在可以用耳朵來聽 這個宇宙當中發生的事件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 所以剛剛大家聽到的就是 黑洞合併的聲音喔 而且這個黑洞合併的事件 是發生在 距離地球 10億光年的這麼遠 所以是在10億年前 就已經發生了合併 然後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這麼長的距離 然後一直到2016年 我們彈測到 這個最後的0.2秒 所以這個是超級無比神奇的 這件事情 然後除了黑洞的巡繞 然後合併可以產生中一波之外呢 其實只要質量夠大 然後產生的時空的震當夠強的話 也可以產生中一波 比如說像中子星的合併 也可以發射中一波 那中子星的合併 跟黑洞的合併有什麼不一樣呢 基本上黑洞的合併是比較無聊的 因為大部分的東西都會被黑洞所吃掉 就是它的光也逃不出來或什麼的 對 但是中子星的合併就比較精彩 因為中子星它是有一個很堅硬的表面 所以當它們相撞的時候 就會產生 哇 各個波段的火花 就像煙火一樣 所以這個中子星合併的事件 當時是有70座的天文台在追蹤的 就是各個不同波段都在看同一個事件 然後這個事件是在 加碼射線、韓建瓜跟紅外線波段都有政策到 而且這個世界真的是正式的開啟了 一個全新的天文的領域 叫做多性式天文領域 多性式天文領域 英文叫做Multimessenger Astronomy 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呢 不只是可以用電磁波來看這個宇宙 我們還可以用中飛波 還可以用宇宙射線或者是微中子 用各種不同的Messenger 這種不同的方法 來了解宇宙當中的物體 然後LIGO 從2016年到現在呢 目前已經偵測到50件的眾異國事件 包括黑洞的恆病跟中子星的恆病等等 總共已經有50件 然後未來還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然後這些眾異國事件真的是可以讓我們更加的了解 黑洞的形成 黑洞的演化 然後他們質量跟腳中量的分布啊 還有中子星的一些性質等等 好 最後我再為大家講一下 這個第一張黑洞的影像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這個第一張黑洞的影像 是在M87的星星的中心 所以我們叫它M87 Black Hole 這個黑洞 然後這個影像是由世界世界望遠鏡所拍攝的 叫Event Horizon Telescope 或者是EHT 然後這個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它是橫框四大洲的八個無線天望遠鏡 同時所拍攝十天而成 那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記一下 就是望遠鏡的解析度 就是data 那個我們可以解析的角度 是證明於波長 除以望遠鏡之間的距離 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個望遠鏡之間的距離 拉到算地球的半徑 地球的直徑這麼大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超高的解析度了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望遠鏡都放到超遠 所以世界世界望遠鏡的解析度是25micron二次元 那大家可能對這個數字也不覺得好像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有世界世界望遠鏡的話 代表你可以從第二 就是在台灣 看到LA的一隻螞蟻喔 這就是世界世界望遠鏡它的解析度的威力 所以這個黑洞的影像 從這個照片上面我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第一個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這個是黑洞第一個直接的觀測證據 就是之前的那些觀測證據都是間接的 但是這個是直接的觀測證據 然後而且它告訴我們說 黑洞真的是黑的 就像廣西加多任所預測的一模一樣 就是中心的確有一個部分 一個區域呢是連光都跑不出來的 然後這個光圈就是黑洞周圍的細節物 就是所發出來的輻射 然後從這個光圈大小我們可以去推算 你看這個黑洞的質量是 65億的太陽質量 這個是整整比我們銀河系中心的 超級大黑洞還要大 一千倍左右 所以這個是超級重的耶 一個超級大黑洞 然後我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能不能用這個EHD 世界世界外 自己去看銀河系中心的黑洞呢 既然銀河系中心離我們比較近嘛 為什麼我們要選進球員 去看那個比較遠的那個黑洞 的確 EHD是可以看到我們 銀河系中心的黑洞的世界世界的 就我們如果去計算的話 銀河系的黑洞雖然 近一千倍 但是質量也剛好小一千倍 所以其實在天空上的視角 銀河系的黑洞 世界世界的視角 跟M87那個超大子彈黑洞 的視角是差不多的 所以的確用EHD 目前的解析度是可以看到的 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 EHD呢 目前的解析度 全宇宙這麼多的超大子彈黑洞零片 就只有這麼兩個 剛好可以被視線世界外 一定是有解析喔 就是用現在的解析度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黑洞零像 這麼這麼的珍貴 然後 那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銀河系中心的黑洞零像呢 主要是因為銀河系的黑洞零比較小 所以周圍的細菌物質的變化很快 所以他們在做觀測的時候 其實這些數據是很難分析的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有數據了 只是他們在如火如荼的分析當中 然後據我所知 他們應該是接下來幾個月 可能就會發掉 就是銀河系中心黑洞的影響 所以大家請拭目以待 好 所以最後來做個總結 就是過去的一百個月 原來我們對黑洞的了解 真的有很多顯著的進展 第一是 寡立象徵的預測 原來是非常非常準確的 再來就是 宇宙當中 確實有黑洞的存在 而且還不只一種 有兩種的黑洞 然後我們的觀測工具 也越來越先進 而且越來越多元 使我們可以了解黑洞的不同面貌 但是就像任何科學領域的發展 就是我們知道的越多 我們發現 我們未知的也越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 只是列出其中一些 就是目前還未解的問題而已 比如說找到 質量黑洞是怎麼來的啊 它是怎麼影響 星系列演化等 網印象律呢 是不是能夠持續的通過 接下來的觀測的考驗 然後它要怎麼跟量子力學做結合 然後從重力波的觀測 我們要怎麼了解黑洞的分布 包括質量的分布 交動量的分布等等 然後從多性質 可能聽完學的觀測 要怎麼得知中子系的質量 就是性質的結構 當然還有很多很多 未知的問題等等 帶來去解答 OK 最後我想要講的就是呢 我今天也要講的題目是 是誰發現了黑洞 那當然很顯而易見的答案 就是今年的都不能講 三個得主 他們發現了黑洞 但是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我們現在對黑洞的了解呢 是一步一腳步 然後經過非常多的科學家 還有工程學家 他們一步一步努力的工作 累積出來的結果 所以或許 在未來的某一天 你也會是下一個大限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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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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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蓋了一個位置 就是現在開民主要一條 不怕他不怕死 這個要是 他這個東西要被行財貼動 所以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時候新聞也是吵得被被揚揚的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像那樣超高的能量所產生出來的貼動 就算真的產生出來 他也會很快就會消災不大 因為他會被揚揚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 那樣子的黑照其實不會對我 造成太大的影響 剛剛講到Pandros的process 然後這個呢 果白鏡頭出夠很大 也有很少影響 你可以介紹一下 跟那個呢 包括講這些 差別 是完全一樣的 有些什麼 好 好 那個Pandros process 跟那個 Hobby Relation的機制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他是在講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 Pandros process 是針對旋轉中的黑洞 也就是從洞圈裡面去汲取黑洞的旋轉洞 然後 因為他是在世界世界的外面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OK 所以這是Pandros process要講的事情 但是Hobby Relation它主要是 Focus在那個世界世界的表面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廣異箱的人的預測 但是如果加上量子力學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Hobby Relation它就是把量子力學 加在這個世界世界的表面的地方 然後他說 OK 我們量子力學做到其實真空 並不是完全是真空的 而是它是可以有粒子在短時間之內產生 然後又消滅 產生又消滅 OK 這是量子力學所說的事情 那如果你想像在世界世界的那個表面 有這樣子一對粒子產生 然後在它消滅之前呢 有一個被黑洞吃進去 然後另外一個通出來了 那怎麼樣 那個就是產生的Hobby Relation 所以Hobby Relation 它是把量子力學跟管理下的人結合 之後所推論出來的結果 你看看有兩種黑洞又超大聲的 我的問題是 就行星它心裡所造成的運動 也是一樣的會上線 行星比較黑心的女性 不會上線 為什麼會認為這兩個機制不同 之所以會認為這兩個機制不同呢 主要是我們宇宙的年齡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計算說 黑洞如果你要從恆星質量黑洞 一直不斷的通過襲擊 然後或者是合併等等 不是會要來打融上面 有限的 是有限的 但是你們會不會看到